目前这个老式的机器 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长调料 是因为老式的机器前面的分调机 和后面的旋转切断机 切断机之间少了一道压料管 这个旋转 这个切调机 和后面这个旋转切断机 少了一道压料管 每张材料切到最后的时候 目前的这个压滚结构就压不住料了 最后的一节料会瞬间进入旋转切断机里面 导致这个出料长短不均匀 我们新式结构的机器改进了做法 在前面的分调机和这个后面的旋转切断机之间 加了一道压料管 这样子就改善了每张木僵纸的最后一段 也能比较均匀的入料 入料均匀 后续这个剪切的也就更加均匀了 再加上新结构的机器 后续旋转刀刀盘结构也做了更改 这样出料相比原始的这种结构 就更加均匀了 按照老客户反馈的使用我们新结构的机器 出料长调的很少 最长的在8厘米到10厘米左右 而且长调的比例很少 在老客户反馈的视频里面 你们也可以对比看到了这一点不同 这个是什么老结构的 中间没有一个小压根 的狮子 哪有一个小长篇